这个国庆黄金周假期 消费新场景 新业态 新模式 亮点分成 以数字化 绿色化 融合化为特色的新型消费 展现出蓬勃活力 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日前 在母校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表示 台湾不是棋子 两岸的未来发展应由两岸人民自己决定 赖清德的所谓新两国论 已引发美国政商学界的疑虑 依赖论也在国际社会四起 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 近日发布报告 分析赖清德上任后的两岸关系 报告中提到 赖清德以强硬立场应对大陆 加剧紧张局势 近日赖清德应务实处理两岸事务 对此蓝白民带痛批赖清德 对大陆的挑衅行为是极度自不量力 可能带来的危险 国际上都看得很清楚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两岸关注 这里是海峡卫视惊人海峡 我是玉林 一起来关注新闻 这个国庆黄金周假期 消费新场景 新业态新模式 亮点分成 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色的 新型消费 展现出蓬勃活力 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国庆假期前三天 全国日均近三亿人出行 各大景区博物馆里人流如之 截至目前 全国门票订单量 同比去年增长37%以上 线上线下 生活必需品量足价稳 实令生鲜 户外休闲 通信器材正在热销 热气腾腾的消费市场 展现出中国经济的澎湃活力 这个国庆假期 各地用新创意 新技术赋能传统文化 打造新型消费集聚地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 全国将举办超3600项 约2.4万场次 文旅消费活动 行走在西安古城 人们品尝 复原于古籍记载的特色餐食 定制个性化的服装和造型 戴上VR眼镜 还可以畅游 唐代古剑 在湖南常德 元江江畔 人们乘船 顺流而行 两岸舞台 一幕幕的传统戏剧 音乐剧 让人目不暇接 下游玩 现在口供选择的项目 是越来越丰富了 文化休闲 体验感 是越来越好了 一批新开通的高铁线路 持续激发现役消费新火力 广东最近开通的两条环线高铁 把扇围等越东城市和越港澳大湾区的距离 拉近到最快50分钟通达 依托丰富的海域资源 当地一岛一景吸引游客分支踏来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 假期里众多现役旅游目的地 酒店预定量增长50%以上 我们可以体验赞花 我们将沿海的风情文化 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人当中的新潮流 新风尚 假期里大宋商品消费绿色化 智能化趋势明显 国家600亿元消费品 已旧换新补贴资金陆续下达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前三天 有104.55万名消费者 购买已旧换新八大类家电产品 154.61万台 销售额达到73.57亿元 最近家里在装修就差个电冰箱 原价是12000这个电冰箱 现在加上已旧换新政府补贴 只要8500就直接买下来了 假期里一批新型商业综合体换新亮相 在北京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老火车站 被改造成国潮市集 上海徐汇浦东滨江商圈的街巷里 引入时尚小店演艺空间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有品质的生活 最新数据显示 假期前三天 北京全市60个重点商圈 客流量2696.9万人次 同比增长20.9% 江苏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 累计实现销售额约20.6亿元 同比增长13.5% 成都杭州等地 重点商圈人流量和销售额均呈现明显增长 国庆黄金周假期踏上旅程 领略壮美和山 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最美的向往 在广州作为中国第一的旅游观光塔 广州塔高度600米 细细的腰身赢得了小蛮腰的称号 广州塔上的每一层楼都充分开发设计 登上高塔还能体验漫步云端的浪漫感受 造型起立刚柔并济 螺旋上升直攀天际 中国第一高塔广州塔 以极具美感的结构线条 被广州人冠以小蛮腰的称号 这项超级工程自2010年落成之日起 就稳坐广州地标建筑的头把胶衣 就是我们传统的设计来讲 更多是这种方形的设计 然后它是这种扭曲的 然后它是这种圆形的螺旋式的 就会觉得更有设计感 广州塔建成14年 期间广州的天际线也是日新月异 如今它连同对岸的天河CBD 珠江上的海星沙海星桥 共同构成了一组绝美的城市景观 广州塔也成为各地游客 最热门的打卡经典 来自台湾的阿伟 是一位自媒体工作者 走街串巷做美食探店 为了帮女儿庆生 这一次她要送给家人一份出游礼 第一站就是登上广州塔塔顶 小蛮腰不仅外形讨喜 内里更是别有洞天 文旅业者运用巧思 每一层楼都有效开发 犹如一座垂直的游乐小镇 这里的日均客流量 平日里是三千到五千人次 节假日每天客流 更是超过上万人次 而488米是广州塔的游客 可以到达的至高点 你干嘛一直急我 我不是我要这样子 这个潮水 自最高处而下 便是450米的户外观景平台 这里是塔身的顶端 有着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 被设置在塔顶边缘的 16个水晶球舱 犹如小蛮腰的珍珠头关 20分钟的时间里 足以让人放慢呼吸 360度感受广州的凌空之美 就那种高峰俯瞰下去 那种感觉好像真的特别棒 真的不一样 平常外面二三十楼的这种高楼 其实都好渺小 与此同时 广州塔还拥有 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塑像设施 485到455米的一起一降之间 拔高和施重两种感官体验 刺激度爆表 你不是说了不叫的吗 认不住 只有30米 但是忘记这里是460米的平台 上去真的很高很高 塔顶的风席绢而盼 但塔身却窥然不动 游客能够如履平地般的欣赏美景 要归功于广州塔独特的建构巧思 广州塔采用镂空塔身的方式降低风阻 塔顶的两个消防水箱 同时也充当了大楼的阻尼器 以自身的摇晃抵消强风和地震 带来的晃动 而科技和文旅的碰撞 更是让它成为了一座 绝无仅有的冒险之塔 位于塔楼DC功能区之间的超高中庭 被打造成为空中的探索乐园 白米高空加上惊险关卡 挑战游客胆量 哇 真的好高 好刺激啊 好高啊 没有东西可以扶 真的吧 看一下风景啊 心情就开阔了 有没有 好好玩 好好玩 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情侣跟 就是夫妻一起来玩 增进感情 开始是跟着家人过来广州工作 那后来是结识我太太 那结婚之后就很自然就选择 喜欢在广州习惯的 然后我觉得这里环境也特别好 也蛮适应这里的 而且这里我觉得机会比较多 非常适合年轻人在这里 就是拼搏的话 还是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刘志伟来自台湾 妻子冯汉精来自香港 女儿出生在广州 这个融合家庭有着亲情的羁绊 更有心灵的契合 他们守护着自己暖暖的幸福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那里的那里 是不是台湾啊 那里就是台湾啊 阿公 阿嬷 夜幕降临 华灯点亮 广州的夜生活即将开启 夜幕下的广州塔 一改日间的白色外衣 换上了变幻流动的炫彩舞衣 以天为幕展现着绝美风采 华城广场上有着无数游客 或抬头仰望或背身合影 和这位CV偶像一同入况 舞动的广州塔 舞出了文旅产业的商机 也舞出了广州城的活力繁荣 国庆长家福建各地旅游 人气依旧高涨 如何吸引人 如何留住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主打款 比如文化家旅游 就是其中一项人气密码 厦门用700多场文旅活动 让游客乐不思蜀 泰宁则让大家沉醉于 非宜的独特魅力中 这几天 乐动厦门美好生活 2024年厦门市民文化节 国庆系列活动 在厦门市各大景区商圈 同步举行 通过舞台表演 飞仪展示 街头艺术演出等形式 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 主客共享的文旅盛宴 厦门就美食非常的丰富 然后景点也非常具有特色 人文气息也很浓厚 然后主要是我们云南人 特别向往的这种海边 风情感觉非常好 同时 厦门的不少景区 延长营业并开放夜场 让游客开启 白加黑畅玩模式 在方特景区 500架无人机腾飞而起 以精确的飞行轨迹 与绚丽的3D灯光效果 依次呈现出国旗飘扬 凤凰飞舞 我爱你中国等精彩图案 放眼花老好看 非常开心 感觉这辈子都可以来 候几次 祝祖国越来越繁华 越强大 普天同庆的感觉 厦门园博院的大地花卉展 如期而至 不少游客在这里游玩流影 同时举办的第三届 花境大赛作品展 展出27家园林绿化 参赛企业的作品 占地面积约2700平方米 打造出五彩斑斓的花卉景观 我们从北京来的 进园的时候看到这些植物很茂盛 周围的那些盆栽和花的布景 很适合拍照 很有节日的气氛 然后又体现了厦门的特色 此外厦门各景区景点 还举办文化旅游市集 品名文化节等特色活动 深化飞仪与旅游融合 促进文旅消费繁荣 国庆期间 泰宁飞仪博览院 推出飞仪文化盛宴 在展览区 精美的梅林系脸谱 传统的纵编作品 和古老的陶瓷器皿 各类飞仪展品琳琅满目 除了静态展览 飞仪传承人还现场演奏上清古乐 悠扬的古乐声 引领游客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了让游客们近距离了解 飞仪记忆的制作过程 泰宁飞仪博览院 还举办了飞仪展演 沉浸式飞仪体验 飞仪手作 飞仪集市等活动 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 山陀儿4号5点停止编号 福建省防讯抗旱指挥部 4号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 4号上午 夏金小三通航线复航 据相关部门统计 今年国庆期间 这里预计将运送有客超2.7万人次 夏金同城生活圈正加速发展 据福建海事局通报 截至4号17时 厦门至金门小三通客运航线 进出梅州岛的中梅轮渡等 46条客多运航线 以恢复正常运行 其余客多运航线 对台海上客运直航 小三通航线 也将陆续复航 两岸小三通航线 2001年1月开通 是金门马祖彭湖 与福建沿海地区的海上通航通道 其中 夏金小三通航线 全程航行不足30分钟 每一小时就有一班 也被誉为两岸往来的黄金通道 这条航线 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路 更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 金门的高粱酒 厦门的香菇 杨笃郡等干货 都是旅客常备的家乡味道 边界站也设置了 童心桥服务组 进行专属指引 22条快捷通道 让两岸同胞回家的路越走越宽 这样很方便 小三通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据边检数据统计 国庆假期期间 这条航线的每日往返 将达到20班次 夏金小三通客院航线的 日金的出境客流量 应该会超过4000人次 较9月份的日金 应该有一个25%的增幅 那针对这些客流高峰 我们也会依托边检的信息化手段 来实时监控通关的客流高峰情况 动态地来调配我们的警力 开足 开满查验通道 提高理科的分流的效力 保障理科往来的快捷高效 周西理学思想中 倡导的孝连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大家为这个临场干了这么多年 你说拆就拆了 我能不能够你傻 我除了这临场 我仗要是当好汉 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大少人的人 不管孩子在外边发生什么 咱们做父母的得撑着 每块土地上能活人 你就在这块土地上 十月九日起 十八点四十五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日前在母校美国哈佛大学 发表演说时表示 台湾不是棋子 两岸的未来发展 应由两岸人民自己决定 赖清德的所谓新两国论 已引发美国政商学界的疑虑 依赖论也在国际社会四起 马英九表示 今年四月他率二十名台湾学生参访大陆 当时大陆方面多次表示 只要两岸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下来谈 也期盼台湾民众多来大陆走走 大陆民众也多去台湾看看 遗憾的是 赖清德并没有回应这份善意 甚至在今年的520讲话中 公开宣示所谓新两国论的台独路线 引发大陆强烈反应 马英九指出 赖清德的言论对台湾安全与两岸和平毫无益处 只会埋下仇恨不安与动乱的种子 也引发美国政商学界疑虑 依赖论已经在国际社会四起 马英九呼吁赖清德应改变所谓台独路线 以两岸和平台湾人民安全为念 回归一中原则 重建两岸互信 为两岸及区域带来和平 马英九也提醒民进党当局要认清现实 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台湾地区牺牲自己的子弟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所以两岸问题理应由两岸自己谈 不可能也不应该假守他人 更不可让外国来干预 知名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 近日发布报告 分析赖清德上任后的两岸关系 报告中提到赖清德以强硬立场应对大陆 加剧紧张局势 建议赖清德务实处理两岸事务 对此蓝白明代痛批赖清德 对大陆的挑衅行为是草民仔弄鸡工 也就是极度自不量力 可能带来的危险国际上都看得很清楚 中国国民党及民代李燕秀指出 国际危机组织的这份报告 指名道姓点名赖清德会增加政治成本 并减少后续缓和局势的空间 而这样的提醒 其实都是过去所谓在野党 给赖清德的诚恳建议 李燕秀强调 越是冲突越需要沟通 才能避免擦枪走火 民进党当局应该释出更多善意 所谓逢中必反 只会让两岸关系更走向似胡同 中国国民党及民代罗志强表示 国际危机组织的看法在学界并非少数 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 只有意识形态 只有猛撞和强硬 若其继续一意孤行 会被视为危机制造者 对台湾的安全来说绝非好事 罗志强说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增进两岸沟通交流 才是和平的基础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林国成则表示 赖清德台独倾向的脚步 是草民仔弄激功 也就是极度自不量力 两岸万一因为这种口舌之争 而擦枪走火 实在没有必要 如果赖清德主张所谓台独 就跟台湾民众讲清楚 后果是什么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表示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证明 国际间对台海动荡感到担忧 也证明依赖论已开始发酵 台湾中国时报5号发表评论指出 赖清德过去自称是 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上任以来 却不断宣扬台独意识形态 民间有很多 可以和大陆对话的管道 至少能让两岸民众 慢慢建立互信 民进党当局却把这些人 都贴上所谓在地协力者标签 只为在岛内树立假想敌 巩固选票 但其实 赖清德这样不断挑衅大陆 将台湾推向危机的人 才是最大的在地协力者 中国国民党及民代罗明才 4号在台立法机构 质询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朱镕泰 与台陆委会主委秋锤正时 呼吁民进党当局 应考虑与大陆保持沟通管道 推动和平协议 两岸如果可以来思考 推动和平协议 不是现在提出 但是希望 至少还有存在一点点的空间 让大家彼此空间多一点 空间多一点 明天可能就会有大空间的出现 多一点沟通就有多一点感情 更何况是同文同种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 时事评论员谢寒斌 谢先生您好 国际危机组织发布报告称 赖清德以强硬立场应对大陆 加剧紧张局势 建议赖清德应务实处理两岸事务 对于该报告您有何评论呢 其实赖清德虽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一直讲说他不会寻求台湾独立 可是问题是赖清德心里头 根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 所以他上任到现在 其实才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可是呢他已经多次发表了 基本上就是台湾独立的 这样的一个言论 他提出了所谓的新两国论 那最近甚至直接讲说 他根本不愿意签和平协议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赖清德来说 他要的根本就不是跟大陆 和平相处 他要的就是台湾一定要往独立的方向走 所以当赖清德走上这样一个危险道路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很多人也会在质疑 他真的做好了准备吗 可是看得出来他并没有为什么 他最近才提出说 要所谓培养40万的民力 他还不敢讲民兵 那目的干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赖清德想要拿来骗美国人的一个戏码 就是告诉美国人说我们台湾真的有准备了 那希望美国能够给台湾更多的帮助 那可是问题是美国有这么傻吗 美国这么容易被你欺骗吗 对美国来说台湾不过就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 就是他骗钱的一个地方 他能够从台湾这边拿取多少利益就拿多少利益 他根本不可能为台湾牺牲为台湾打仗 所以赖清德到现在还没有看清这整个局势 而只是一昧的以为可以靠着美国人的力量 就协助他达成台湾独立的梦想 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 但是由于赖清德这种一意孤行的结果 你看他不只是在对大陆的态度是这样 他在对内部也是一样 他完全不愿意跟国民党或民众党协商 他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采取碾压的态势 所以我认为除非有人能够让赖清德得到教训 有人能够像当年蔡英文一样 把赖清德直接打趴 在发生这件事之前 赖清德绝对不会停止这些动作 那两岸之间一定会更加的危险 这就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 好的 感谢谢先生的点评 来看下一条 10月4号民进党当局 2025年总预算案 二度遭到蓝白台力把机构党团联手挡下 有令一民代混淆室听称 这等于是把明年度救灾的救命钱给挡掉了 对此 蓝一民代王鸿威拿出相关法规反击 表示救灾拨款根本不受影响 要绿一民代回去好好用功 赞成者多数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 照案通过 4号 蓝白民代联手以56票对50票的优势 二度挡下民进党当局2025年总预算案 对此有绿营民代想要带风向 院长心里做何感受 这是救命钱啊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把救灾资金和总预算绑在一起 绿营民代频频作囚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竹荣泰一唱一鹤 各地对我提出的明年要怎么样来做系统性治水 好像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他 等我争取立法院的预算再来答复各位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感觉 先称遗憾又感到无奈 绿营民代和竹荣泰唱双簧 遭批荒腔走板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鸿威表示 即便是明年治水预算 若编列在前瞻计划里面 就是延续性预算 根本没受影响 就算不是前瞻预算 相关法条也规定 可排除预算 钱一样可以挪支使用 去年度审查 今年度的预算的时候 全部都已经把它审好审满 编好编满了 所以现在的民进党 他是用这种来带风向 救灾优先 而不是政治口水优先 郭疫情委员 你恐怕要找家教了 这样子的一个恶补的方式 对预算完全错误 民进党就是不断的停了 我们现在退回的预算是 2025年的 请问你们是时空旅人吗 飞律阵营喊话 前瞻武器治水预算 高达101亿元新台币 还有70项未发包 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骗 而台信机构负责人 竹荣泰则声称 这是全台湾的预算 一定要据理力争 希望通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韩国瑜与秘书长周万来 邀请所谓朝野参序 解开这个结 而原定4号晚上的和解犯 因为台风延期 国民党方面认为 要和解随时可以 不一定要吃饭 关键还是在于台行政机构的态度 我希望刑事院要拿出诚意 跟我们在野党的委员 来做充分的沟通协调说明 为什么不能够中间的时候 简单的吃个便餐 喝个咖啡 我觉得很快的就有共识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燕秀表示 若违法预算不修正 参序也是无意义的饭局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 党团总照黄国昌则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 台行政机构若愿意诚实面对错误 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卸任后 民进党派系版图 也随着英夏赖上不断挪移 但英西却未如外界预期彻底示威 现在还传出 有目前民进党主流派系 所谓政国会的议员投靠 报道称 英夏赖上不到五个月 英系未如外界预期 随着蔡英文卸任而示威 而是由高雄市长陈其迈 民进党中常委 民代王世坚 及英系召集人 民代庄瑞雄 组成新铁三角 陈其迈有竞逐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能量 王世坚及庄瑞雄 都是英系 有能力角逐 县市长的大将 在7月民进党党代会的党职选举中 英系维持元席次 而之前因为挺绿营民代 陈廷飞参选民进党中常委 被所谓政国会开除的台北市议员陈怡君 和台中市议员何文海 也被发现已经加入英系的势力范围 这些人其实已经发生很明显的位移 就是英系跟这个赖系 在民进党内分庭抗礼 另外赖清德近日被爆震怒事件频传 除了先前曾致电 赫斥台环境部门主管彭启明 后又因为台军新晋将官 作者没有起身致意发飙大骂 引发外界热议 不过外界认为 赖清德表面上骂台军将官 实际上是在骂属于英系的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 因为顾立雄的存在让赖清德很不舒服 国民党及民代谢龙介更预言 当赖清德与美国建立好管道后 顾立雄就差不多要下台了 这个时间点可能落在2025年开春后 赖清德为什么用顾立雄当 除了把他请出 但又不能不用他 因为这样美方才会放心 他是蔡英文国安团队的核心成员 而赖清德保证 我必须沿用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顾立雄在赖清德的心目中 是一个尴尬而且不舒服 却必须忍受的一个人 所以在未来这几个月 可能到了明年开春以后 那香港大概会跟美国这边 已经建立一个良好的管道 保重的差不多都好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董先生您好 透过上述新闻 您认为民进党所谓政国会议员 为何要投靠英系呢 赖清德是一个心胸狭窄的 务实台独工作者 本来蔡英文这个叫做英系 现在在政坛上的怎么能 是郑文燦 郑文燦 那大家看到了 他被收押禁建 被检察官求刑12年 因为贪污案 所以英系其实 有非常大的危机感 所以民进党内 被赖清德 所羞辱 所忍漏这些派系 他就慢慢的结盟起来的话 形成一股 对抗赖清德的势力 所以最近 他们在立法机构表决 民进党总共有51席 既然到场只有21席 只有40% 那等于说 大大的不给赖清德面子 其实他们在展现他们的实力 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听你了 我们是自己参选 民意代表当选的 我们不一定要靠你 那这个就是民进党 因为赖清德的气焰 他的态度 而造成了里面的互斗 或者互相排挤 或者自我防卫 那这个现象会越来越扩大 谢谢董先生的点评 据台媒报道 中国国民党在4号召开记者会 质疑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在基隆市市长任内的 市政府基要秘书黄永祥 涉嫌卖官牟利 将市政府职位沦为私人交易的筹码 国民党痛批 林又昌是任人为亲 那这个基隆市长的基要秘书黄永祥 他是由林又昌直接任命 就在林又昌的眼皮底下做事 而这位黄永祥 竟然受到林又昌的支持者 田散纪的委托 要来帮他的儿子田振成 谋求一官二职 领导指出 林又昌在基隆市长任内的 市政府基要秘书黄永祥 涉嫌收了四万元新台币 指使时任环保局长赖焕红 任命不符合任职要求的田振成 为政治技工 还为田振成伪造相关履历证明 将市政府职缺成为林又昌 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领导怒批 林又昌任人为亲 导致弊案连连 给拖政府科员基要秘书黄永祥 请拖 赖焕红竟然在基隆市政府二楼的楼梯间 收受黄永祥交付的 红浦企业有限公司 就是卫造的贾正明 这一个技工都可以卖四万 林超质疑 市政府基要秘书黄永祥公然卖官 难道当时身为基隆市长的林又昌 都不知情吗 给了官收了钱 我就要问这笔钱 是进到了你林又昌的口袋 还是进到你民进党的口袋 还是就像黄永祥正称 他受到了压力 而今天他必须要来背锅 他说收到了他自己的竞选口袋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林又昌的眼皮底下 你的基要秘书都可以给官收钱 那整个基要市政府像什么样 恶臭难闻 再来关注下一条 据台湾媒体报道 军事研究机构台海安全中心主任 梅富星近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美国在最新一波对台军援项目中 将提供一批M4无后座力炮 但梅富星也表示 台军对该炮的接装人力不足 梅富星表示 岛内学者专家多年前就向台当局高层建议 透过美方争取获得此装备能力 而部分官员也很支持 然而当美方要提供此项军备给台湾地区时 却发现台军方的接装人力不足 据了解 美军M4无后座力炮正式名称为 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座力炮 有多款延伸型号 该炮长度约一米 重量仅有6.7公斤 加上弹药 权重也只有11公斤 由1到2人操纵 口径8.4厘米 可发射多种弹药 安装有光学瞄准镜 微光瞄准镜 激光测距仪等 梅富星直言 台陆军战力贫弱 且需要大量人力的武器装备还有一堆 冰原问题对未来战力将造成较大影响 以法制红线 守好安全生产底线 以高水平安全 护航8米高质量发展 新修订的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 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父辈的荣耀 10月9日起 18点45分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风山屠儿已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仍对台湾岛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带来暴雨 截至5号下午16点 已造成台湾地区4人死亡 1人失踪 而强风暴雨 也对高雄市各大商圈和夜市造成严重损失 多敌一片惨状 暴风雨实在太大 高雄市正义路上的红茶摊车 就算用帆布和绳索固定再固定 也依旧招架不住 坚持不久就被吹翻 2点半看到的时候它已经翻了 对啊 我们就也不顾我们家边淹水怎样 就是赶快奔过来 这一次是最严重 我们没想到它会翻过去 而在高雄市凌亚区新中商圈 有摊主的油炸机倒在路边 摊车招牌也散落一地 不锈钢材质的摊位被强风吹倒变形 整个商圈满目疮痍 不少摊商的生财工具被台风吹跑 即便一一找回来 也破损不堪 不能营业 来到高雄市凤山区青年夜市 原本给孩子乘坐的摩天轮 整个基座被吹倒 每节车厢都变形 旁边的摊位也是一片狼藉 已经看不出原貌 业者说知道台风要来 早就做了加固处理 但依旧抵不过强风清洗 两天前已经绑好 然后今天早上发现不对 又来继续绑 结果还是没办法 台风带来强风好雨 横扫整个高雄 摊商们赖以为生的器具 全部损毁 光是整理都要花上不少时间 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摊商苦叹 想恢复到从前的生活 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据台媒报道 台电公司依台经济部门要求 将从10月16号开始 全面调涨工业店家 原计划对医疗等行业的店家 调涨14% 而烟草制造业 确止调涨7% 岛内舆论怒批 民进党当局施政之下 救命的竟然比不上卖烟的 压力之下 台经济部门3号紧急宣布 医疗等行业全数暂停调涨 台电公司将从10月16号开始 全面调涨店价 全台产业平均调涨12.5% 连治病救人的医疗行业 都要调涨14% 不过外界发现 烟草制造业的店价调涨 竟获得7%的减免 只需调涨7% 而烟草制品的批发零售业 甚至直接动涨店价 这也让岛内愚问哗然 难道救命的比不上卖烟的吗 赖清德 喊出所谓的健康台湾 难道这个健康台湾 要变成烟草台湾了吗 为什么有关于人命 这么重要的医院 要涨14% 而烟草制造业 对于人体健康有害的方法 可以得到7%的减免 这是什么道理 难道救人命的医学中心 和区域医院的店价 不值得动涨吗 政府平常喊同岛一命 又要医护人员做功德 但关键时刻 政府却向特定产业靠拢 不顾医护人员死活 面对岛内舆论压力 台经济部门政策大转弯 3号对外宣布 烟草制造业将不予动涨电费 比照一般产业用电户 调涨14% 至于医疗院所等行业 考量到医疗与民生物价 相关性较高 将全部改为动涨 对动涨后所产生的 数十亿元新台币亏损 台经济部门宣称 将会向卫福部门申请核销 外界质疑 恐怕这又是要花 台湾民众的纳税钱来买单 光看一个调涨电价的政策 是缺乏通盘的思考 决策过程是反反复复 媒体报道 救命的比不上卖烟的 意思就是医疗行业的电价要涨 但是烟草制造业反而不用 引起社会哗然 不到一天急速调整 原来电价审议委员会 也不过就是民建党政府的党建牌 要改要变要断 独断独行 据台媒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卓融泰的官邸 两个月的电费高达15万元新台币 对此卓融泰声称 经检查后是因为冷气等 电器老旧太号电才会如此 对此岛内网友嘲讽 卓融泰官邸的电费 要所有台湾民众买单 那现在台湾老百姓也备涨电价 民进大当局要不要也帮民众换新电器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卓融泰日前被爆料 六月到八月 其官邸的电费竟然超过15万元新台币 比去年同期多了将近五成 原以为是台电算错 没想到卓融泰证实 这15万元新台币的电费是真的 台电检查了官邸所有的电器用品 发生一些比较老旧的电器用品 包括冷气在内 它确实是相当的耗电 秘书处已经把所有的老旧的冷气 都已经更换成新的 岛内网友炮轰 电价上涨 卓融泰的官邸两个月电费 就达到15万新台币 却要所有台湾民众买单 那老百姓上涨的电费怎么办 谁来买单 院长的官邸电会涨价 那我们家的电费也涨价 我们一般百姓的家里面 电器也会老旧 院长要不要推出补贴 旧电器换新电器的优惠方案 电价拨补也好 或者是电价上涨 都是全体纳税人在买单 等于一只牛被拨了好几层皮 这个是蔡英文的钱吗 赖清德的钱吗 这是卓龙泰的钱吗 电价调涨 民进党当局却继续 从百姓口袋里掏钱 也难怪民怨沸腾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 和今日头条平台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